孩童时代呢 你和妈妈一起去看电影 眼看着就要播放激情的画面了 结果眼前突然一黑 你妈伸手挡住你的视线 然后激情的画面是消失了 但是奇幻的想象 奇艺的想象就开始了 我终于进入秘密之中了 高超就是 这就是答案 我们感叹这就是答案很满足 然后马上不应期到来 这就是答案变成了 这就是答案 就一个感叹好 变成了一个我很好 美丽的脸 它就是不自然 但有秩序的脸 这样的脸 会构成我们经验中的反题 如果某个人的五官 构成一种一眼可变的秩序感 这种秩序感 就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构成一种否定 简化这些提搭你 欢迎回到《汤匙看本质》 好久不见 我们开了一个新的系列 叫性的教育 爱着哲学 我们今天讲前半部分 也就是性的教育 我们今天要聊聊 性欲与美色这个课题 很早之前 收到过一条私信 大意是 看了你的视频 脑子虽然清楚了不少 但是身体里面 人人住着一个 我们叫老色P 每天沉迷美色 不能自拔 已经到了妨碍 工作和生活的地步 怎么破 他不是第一个 想让我聊这个课题的人 这个是我们今天 年轻人共同的迷思 B站里面有很多 讨论如何借色的视频 评论区居然成了 启示忏悔的地方 有人说六赞借一天 有人说八赞借一天 我帮他们算了一下 禁遇十年都算少的 最长的要禁遇二十年 令人哭笑不得 当然这个视频 不是为了帮你 帮助各位借色 我只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 试着澄清爱欲和美色背后的精神符号的动力机制 特别强调精神符号动力机制是为了区分更底层的生理机制和更具体的行动机制 精神符号的动力机制 基于两者之间 是一个把我们的生物信号 生化信号转移为我们的行为举动的一个巨大的黑箱 人类产生性行为的和这个性欲的生理基础其实差不多的 但是实现性欲的这个行动却是千奇百怪的 所以真正难以理解的是这个黑箱 一个外部的对象是如何被我们识别为一个诱惑的 这个诱惑又是如何加工于我们的认知的 我们的认知又是如何驱动于我们的行动的 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讨论的东西 哲学家梅罗旁帝这样描述这个黑箱的作用 他说在自动性和表象之间 也就是在生理机制和行动机制之间 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域 运动可能性 知觉的可能性 甚至智力的可能性就在那里形成 这个区域使原本的世界具有活力 注意下面这句话 把性的价值或意义给予外部刺激 为每一个主体描绘如何使用其客观身体的性爱或性本能 性的意义是如何被给予外部刺激的 我们又是如何描述我们客观身体的性欲 这些讨论 你有没有发现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就拿借色来说 你可以考虑用生化阻断的方式 或者是物理隔绝的方式 在两端直接掐死 对吗解决你的问题 你也可以考虑尝试第三条路 在中间解决你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本质常干的事情 用语言照亮灰暗不明的精神机制 目的是寻求一种可理解性 可理解性会带来什么 可介入的自我意识可介入的空间 就俗话说的想通了 我们会因此获得一种自主感 这也是本期节目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么说可能有点自恋 但是我保证这个是关于性 你可能看到的最具启发性的一个讨论 好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诱惑被遮挡的视线 要破语这个黑箱言说不能言说的经验 我们至少需要三个理论工具 第一个就是法国哲学家精神分析师 拉普朗什的普遍诱惑理论 我们知道诱惑理论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来的 他认为诱惑的机制想要发挥作用 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在孩童时代被成年人诱惑的记忆 第二个就是这些记忆的痕迹通过延迟行动 对已经成熟的已经性成熟的心智产生某种扰动 在弗洛伊德那里 成年人的引诱是货真价实的引诱 他写道与看护人互动的过程 正是孩子们无穷无尽的性兴奋和快感趋性满足的来源 母亲往往对自己的孩子关爱有加 他抚摸他亲吻他摇晃他 事实上在看护人的眼中 孩子也就成了性对象的替代物 他们对孩子的情感也来自于自己的性生活 母亲把孩子当成性对象的替代物来引诱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个说法的 拉普朗什意义上的引诱 就泛指各种来自于成人世界的性元素的吸引或者是干扰 而且这种吸引或者是干扰 是孩童的认知没有办法处理的 除非你活在文明之外 否则你就一定会被这些元素被成年人引诱 他也许是一种无意识的流露 比如说某句国骂 一个F词汇或者是某一个饭局上的昏乱子 也可能是日常行为 比如你母亲某一天穿了一件红色的胸衣 在家偶然发现的某一个形状很奇怪的玩具 然后在电影院里面被家长突然蒙住眼睛说 少而不易不看不看 就这些经验对于孩童时期的我们来说 都是无法被翻译的神秘信息 用拉普老师的话说 就是这些无法被翻译的符号 会转化为一种压抑的保留了谜团的尖锐的刺激 我们的性意识来自于我们的性文化 都是围绕着这些尖锐的刺激 然后建构起来的 如果我们像猪狗一样的自然成长 我们依然会有性意识 这是我们基因里面写死的 我家的猫从来没有见过公猫 它一到年纪准时发情 但唯有人类会遭遇这种早年被引诱的同时 又被压抑的经验 因此才会催生出来各种匪夷所思的性欲求和性满足的方式 就我自己的个人体验和阅读经验来看 一般诱惑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如果你觉得我年纪经济经验不够 我说话没有分量 我们可以听听这个世界级信学家 弗尔马克·西古希的闪示 他在他的著作《性欲信行为》中写到 那种十九世纪以来被我们称为性的感觉 按照拉普朗时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 来自于成人向儿童所传递的神秘信息 也就是说 当这个孩子还根本不能理解和看出 自己身上将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就已经被成人引诱成了一个性的生物 这个孩子与照料他的那个成人 彼此间因为各自都是性的生物而成为陌生人 并且终将保持这种陌生感 他们互相都无法理解对方的性是怎么回事 即便花费一万小时进行心理分析和心理咨询 也无法真实地了解对方 受制于那个作为看货的长者 有意识地向儿童释放出的那些 多少有着象征性和可转移的信息 这些信息因为被压抑的信誉 会不断地出现 从而遭到污染 因此也被称为神秘的信息 熟悉我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很喜欢拿神秘性来做文章 有神秘的经验就有解释的冲动 但这里需要深入便携的是什么 就是神秘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未知 就真正的神秘对象 它一定有某种暧昧性 就是它是可理解的不理解 它是显著的隐秘 是没有道理的道理 是敞开怀抱的静止 亲近是唾手可得的 触不可及 就是神秘性它一定要暗示我们 还有更多 不止于此 欲望才会因此什么 深深不息 就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会遭遇很多神秘的对象 比如说星空和自然 它是很神秘的 但是那种神秘它是对称的 就是它和你和大人之间是对称的 不具有暧昧性 就你不知道的大人也不知道 大人知道他不介意告诉你 唯有关于性的知识和经验 是真正具有暧昧性的神秘经验 就从来没有某种对象 它被身边的权威如此的隐晦的彰显 大声的窃窃思语 虽然他人也不知道关于性的全部的秘密 但是这种不对称性是非常明显的 就作为孩童我们总能感觉到 他们明明知道 他们就是不说 那一定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大事情 所以拉布朗诗说 成人的语言是神秘的 不是因为困惑或完全陌生 也不是因为多益 而是通过一种单方面的过渡 将不平衡引入了信息的内部 它是过度溢出的 不平衡的 需要翻译的 激情的能指 入侵了成人和婴儿共同的温柔语言 形象一点说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孩童时代 你和妈妈一起去看电影 眼看着就要播放激情画面了 结果眼前突然一黑 你妈伸手挡住你的视线 然后激情的画面是消失了 但是奇幻的想象 奇异的想象就开始了 结合之前的视觉残影 伴随着这些旁边的氛围和声响 悬疑的剧情 激情的剧情 在黑暗中 在一种奇怪的方式 在继续上演 就手掌 黑暗手掌上的这个幻象 就是成人诱发出来的神秘想象 手掌背后的视觉残影是什么呢 就是你日后 你长成人之后将 亲自遭遇的异性的同体 和交过的画面 就诱惑就在两指的时间差之中 产生了神秘的幻象 被眼前的经验所唤醒 眼前的经验又被之前的 神秘的幻象所加工 所以异性的同体 和交过的画面 因此被妇媚 变得格外的诱人 这里关联拉康的欲望理论 其实没有任何违和感 性欲本来是一种本能的需要 但是被成年人的符号秩序 拒绝之后 它就会转入地下一种 无意识的方式结构起来 就产生了欲望 欲望相比需要 它总是多出来某些东西 多出来某些不可言说 无法描述的东西 它永远得不到满足 这个多出来的东西 就被拉康强行的指认为 叫对象A 这个很著名的哲学概念 拉康说对象A有一种什么 淫荡性 淫荡和暧昧 其实是一回事件 都是不同程度的诱惑 对吧 淫荡是明显的直白的诱惑 暧昧是隐秘的 这个晦涩的诱惑 注意啊 这里的诱惑呀 暧昧呀 淫荡都没有任何 没有一点点道德的意味 它完全是中性的 我甚至愿意为他们赋予 更多正面的遗憾 就是没有暧昧和诱惑 人类将失去想象力 失去生命的激情 就简而言之 神秘信息导致幻想 幻想的延迟 附着在现象之上 就产生了诱惑 让我们总是觉得 一定还有某一些 我没有认识 没有把握 没有理解的东西 持续的激发着我们的信 我们的欲望 一个人的信誉来自 一半来自于我们的身体本能的信誉 还有一半来自于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 精神动力学的机制 精神动力学勾连 我们的生理机制 就有了我们专属于人的 这种千奇百怪的信誉和性癖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归结出一组隐喻 就是异性如谜题 交构如解析 我就想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可神秘的 从精神与生理结合的角度 生理层面的性高潮 其实就是谜题的那个答案 也就是解释活动的目标 最终目标 高潮之后的不应期 就是所谓的那个闲者时间 就是不止于此的谜题 变成了仅此而已的 答案之后的那个去魅时刻 精神层面的神秘性 伴随着生理层面的性冲动 就一起消失了 世界在顷刻间就丧失了神秘性 丧失了或者说丧失什么 暧昧性和淫荡性 就原本活色身相的世界 就陷入了一片死寂 生活就变得索然无味 对吗 在这个意义上 我才说没有诱惑 原暧昧人类 才就会失去生命的畸形 就是这个意思 就更普遍的说 长期处于这个闲者时间的人 甚至无法像一般人那样认识世界 就他会失去制造幻象的能力 眼前的被子枕头 异性的肉身 就完全还原成了一堆物质元素的集合 某种意义上 这就是如实观照 就是事后 甚如佛 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丧失欲望 不是失去信誉这么单纯 而是丧失了解释未知 生成意义的那个动机 所以梅洛庞帝说 我们运动的可能性 知觉的可能性 甚至智力的可能性 在那里形成 我觉得不算夸张 就把性的价值和意义 给予外部刺激 的确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重要前提 我知道讲到这里 那些自诩有科学素养的观众 就再也忍不了了 他说胡扯 不应期不是为了防止男性过度操劳 而进化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吗 女生不是一直有高潮 一直就没有不应期吗 最后强调一次 我讨论的是精神符号动力的机制 我的理论首先只是一个猜想 而且我当然知道性高潮是一种生理现象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体验这种生理现象的时候 我们的头脑不是停摆的 我们的意识里面是有内容的 而且这些内容是参与建构了我们的快感的 如果我们要用语言来强行描述这些内容 那么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性交的过程 是我终于进入秘密之中了 高潮就是这就是答案 我们感叹这就是答案很满足 然后马上不应期到来 这就是答案变成了 这就是答案 就一个感叹号变成了一个问号 至少我作为一个男性 我的经验可以被这样解读 我没有女性的一手经验 但是我知道女生也是有不应期的 前提是她必须体验到子宫型的性高潮 就这种性高潮会引发子宫的反复位移 这个是我从教科书上看来的 在符号动力学的意义上 高潮和不应期精神状态的巨大落差 其实就是一个数值坚挺的叹号 变成了一个勾搂萎靡的问号的一个过程 一个标点的变化 可以导致整个语境的彻底分转 所以说得更清楚一点 符号界的这个语境的改变 会直接影响扰动整个幻想界的这个幻想的秩序 所以我们常说某个人一句话 让我们对某事产生了幻灭感 对吗 不用一句话 一个标点就可以了 幻想的秩序必须依赖符号的秩序才能够被协同的建立起来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幻想秩序的庇护 符号改变导致了这个幻想的庇护的丧失 我们就要被迫直面恐怖的现实 我们就要如实观照这个现实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个如实观照的世界就是我们在闲者时间看到的那个灰暗的了无生气的世界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 性高潮就成了一个悖论 就他不能不到来 否则你就这个体会不到这个终极解释的快感 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意思 对吗 但是他又不能来得太快 否则你就会过早的陷入得到解释之后的那种虚无感 然后 你就会因为得到了那点意思 把一切搞得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防中术就主张什么叫和而不屑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古人认为男性的精子是我们的维持我们的生命能量的一个根本 但是更生存的原因还是我们要维持什么探秘阶段的快感 就那些五花八门的性癖啊 都可以理解为不同风格的探秘方式 就在尽量不破坏最终的神秘性的前提下 尽可能实现更多样的这个幻觉的样式 好 我们下面进入下一个部分 叫诱惑的泛化 被色域笼罩的日常 我们要讲讲普遍诱惑理论的进一步普遍化 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个章节的理论基础是原型隐喻理论 上个小节我们揭示出了一组隐喻啊 就是异性如谜题交构如解析 这个隐喻认知隐喻一旦被揭示出来 局面就会变得明朗很多 对吧 揭示隐喻其实就是揭示我们认知事物的这个隐秘的规则 接下来呢 我要对日常生活进行大量的性隐喻的分析 通过这些分析 我们可以揭示那些迷散在日常里的 不被我们识别为诱惑的普遍诱惑 借助原型隐喻的视角呢 我们可以重新的审视弗洛伊德的那个泛性论 这里需要提前说明一点啊 就是下面的论证不一定适用于女性的经验啊 因为这个弗洛伊德对男性的经验的解释效果要远远好于女性 这个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而且这个也受限于我自己的作为一个讲述者的这个经验壁垒的限制 下面的例子啊 试图说明精美的商品就是异性的神秘同体这样的一个隐喻 经常上B站的男生可能会喜欢这个例子 有多少人是喜欢看这种评测的视频的 我曾经在不要围观他人的生活中 就那期节目中非常的间接的调侃过这个搞评测和搞评论的人 我说他们是高级见人 其实我自己就非常喜欢看评测 尤其是数码产品的评测 我也反思过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评测 你知道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某种意义上评测视频是一种刺激的A片 就评测视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叫开箱 很早之前我做过一个观察 我觉得那些开箱博主 就是在开箱的时候 那种状态特别像一个人在脱去异性的衣物 那小心翼翼的满怀期待的 然后还有某种神秘的快感 最早这只是一个猜想 直到后来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评测人 开箱一款手机的视频爆火 几乎让这个猜想就坐实了 那个评测人在视频中表现出来一种 令人匪夷所思的饥渴感和猥琐感 表情夸张 言辞激动 然后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 awesome man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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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good 好幸福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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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视频之奇特 我觉得具备了学术分析的价值 要知道他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而且即便是收了钱的软广 那种表现也是非常古怪的 所以必须把它理解为一种症状 就在这个意义上 我说这个精美的商品是异性的神秘童体 评测是一种刺激的A片 就我们其实是在一种毫无道德压力的情况下 看着一个人摆弄 解析着一个曾经被认为很神秘的对象 第二个例子呢 我要将这个评测视频是A片这个影域一般化 这个例子来自于最近大火的 叫东八区的先生们 这个被三联周刊评为 烂出了社会学意义的男性视角爽聚 你知道吗 必须把这部戏定位为A片的终极补完之作 才能够理解 为什么主创能够拍出这样冒犯女性 却又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品 就整个影片 它就是一个漫长的前戏 就编剧设定了各种桥段 让男人不那么直接的遭遇女人 不那么刻意的俘获他的心 然后俘获他的芳心之后 这个情节自然是不能拍的 于是就来回拉扯了几十集 虽然我觉得偶像和甜宠剧都有前戏的内核 但是东八区太特别了 它特别致处在于 它是一个彻底的男性向的偶像剧 而且它毫无顾忌的暴露了 它这个前戏的内核 把它搬到了台面上 从男性的角度 这部戏提供了一种 A片所缺失的间接感 就在男性的视角中 A片最大的缺陷就是 除了女主角不好看之外 最大的缺陷就是太过于直接 以至于丧失了我们讲的神秘性和代入感 没有间接性就没有什么暧昧性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顺便再解析出来三个犯性论有关的隐喻 就是剧情即前戏 互动即调情 服装即情绪内衣 就一切剧情它都是前戏 都是制造神秘性的铺垫 然后一切互动都是制造暧昧性的调情活动 一切装束最终都是为了制造情绪 最终都是为了被异性给退去 很多年前我在微博上看见过一组恶搞图 名叫AV的逻辑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在AV的世界里面 一切事件 无论是修车点外卖礼饭 还是进行某种特务工作 它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展开性爱的活动 这个帖子 就是帖子下面的留言非常有意思 说这个逻辑不能被打破 生活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上面这些内容 可以归结出来一个非常 根源性的泛线论的理喻 可能有些刺耳 叫日常即表象手段铺垫和前线 交构即本质目的主旨和正性 如果把普遍诱惑理论推理到极致 推论到极致 我们甚至可以说AV的逻辑 结实了世界的逻辑 好色之头的心智 其实人类的普遍心智 上面提到理喻 隐秘的支配着大多数人 只是支配的力度和大多数人的 自觉程度不同 被强力支配的人就是那些色令 知昏知徒嘛 你问他为什么要猥亵他人 他说他穿成那样分明是在勾引我 更具自觉的人 虽然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 但是你知道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 保持头脑的清醒和自我压抑 其实是一回事情 就是都要引入超我来约束本我 虽然他的自我依然能够感知到 无处不在的暧昧性和神秘性 最好的状况就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那种升华 就将暧昧性和神秘性转化为创造力 转化为艺术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 精神分析的范信论 它其实是成立的 就普遍诱惑必然会推导出范信论 但范信论不是我们要将日常色情化去理解 而是一种 它是一种强调性本能的一种分析思路 就范信论在精神病理的分析领域 其实是有很多局限的 但是它在文化分析领域有很强的解释力 这种解释力来自于它对身体经验的尊重 而且同时来自于它对文明话语的蔑视 因为文明话语它会遮蔽很多东西 范信论的基本假释就是 性经验是其他经验的基本原型 即便你从来没有过性经验 我们有时候会用性觉醒来形容我们性意识的萌发 对吗 但更准确的表述 应该是性的半梦半醒 或者是性迷灯 性恍惚 就我们从无意识的睡梦中醒来之后 刚睁眼 我们的视线就被别人挡住了 然后从此诱惑和欲望就扭结在了一起 如果你愿意上升到哲学的层面 而不是仅仅在法律道德伦理的层面 来讨论这个话题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三类人 最真诚的那个 或者讲的更哲学一点 最接近实相世界的那个 就是那个色令之婚的流氓 后面两种人 他都是五种程度上用符号秩序 用幻象用超五 不管你怎么叫啊 来遮蔽了实相的人 所谓的文明人 对吧 文明人认为流氓在狡辩 但流氓在流氓的认知里面 他觉得自己说的是彻头彻尾的实话 就他就真的就在诱惑我 所以精神分析的意义上 彻头彻尾的实话和风言风语 是一回事情 所以日常级表象 交构级本质 我觉得这都不是一族隐喻 而是一个令人无法直视 必须回避的本真事实 这个说法不只是在 我们信爱经验是人生最美好的体验 这个意义上说的 也是在我们人生的终极生存处境的意义上说的 存在论的意义上说的 就即便我们从最无趣的这个进化论的角度 我们也可以说 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born to make love make love之外的一切事件 它都是刺激事件 都是前夕和铺垫 这不是什么男权或者父权的视角 女性主义的领军人物 拉康的弟子伊利格瑞 他说 人的本真活动其实就只有两种 一种是性爱 还有一种是认生 就是怀孕 就这是两类合一的状态 就前者是男性在女性之中 后者是男孩在女性之中 就女性就像一个风套包裹男性 对男性而言 他犹如深渊和宇宙一样神秘 但这种神秘性 其实是被语言符号驱逐和解离了的 就是炙热的爱欲 他会被压抑被稀释 然后以一种非常扭曲的形态宣泄出来 就那些语言符号 那确实是男性发明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父权话语 或者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话语 杨具中心主义的话语 就即便如此 本真的爱欲 它依然迷散在我们的日常之中 诱惑着我们 也驱使着我们 伊利格瑞说 空间是亲密的商务 是此时此地 是别具一格的颠伦斗缝 没有什么比女性的性态更具有精神性了 总是在为感官制造超验的处所 性成了摧毁之王 或者找到其自身 在无休止的生存中存留 和宇宙时间为伴 如果不信神 男人就为女人制定律法 把他囚困在他的概念中 或者至少保持与他的概念一致 女人发现了自身被某种语言套住了 被不可思议的空间套住 又无法逃脱 男人总是自负地由内到外翻转风套 想成为万物的主人 这使得他反而成了话语和母性的自然奴隶 我希望你能理解为什么我要为流氓辩护 因为流氓的表现在道德话语中被指认为某种病症 不正常的 在哲学的话语中则是某种现象秩序破溃 实现这个溢出外溢的结果 我们前面提到了两个例子 那个猥琐的评测和A片补完 作为A片补完的偶像剧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流氓作品 他们是彻底真诚的作品 就如此漏骨的谈论性 会不会引导出 这个对年轻人做出不良的引导呢 我觉得恰恰相反 就它会消除那些过度溢出的神秘性 让我们以一种不那么扭曲的心态体验 如其所示的性和爱 否则那些溢出将会使我们陷入错乱和病态 必须承认性欲是一个必须被社会文化加以意志 否则就会引发混乱的一种盲目的生命虚拟 但是吊诡的地方在于 恰恰是因为我们羞于谈论性 总是伸手挡自己和别人的眼睛 反而使得诱惑得以完成 这个是诱惑的辩证法 引述一段梅罗旁帝对精神分析的评论 作为本章的总结 然后我们可以引出下一章 他说性欲不是一种自主的反应周期 他内在的与能认识的和能作用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行为的这三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唯一的典型结构 它们处在一种相互表示的关系中 在此我们与精神分析中 最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成果不谋而合 不管弗洛伊德原则的宣言是什么 但精神分析的研究实际上不是用性的底层结构来解释人 而是在性欲中重新发现 以前被当作意识的关系和态度 精神分析的意义不是在于把心理学变成生物学 而是在于在被认为是纯身体的功能中 发现一种辩证的运动 把性欲纳入人的存在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美丽的脸 眼与肉的辩证法 美洛庞蒂说 精神分析是为了在纯身体的功能中 发现一种辩证的运动 什么叫辩证的运动 是什么样的辩证的运动 它具体又是如何在暗中影响和塑造 我们对事物的关系和态度的呢 就在今天的讨论中 这个事物就特指面容和身体 前两章交代了欲望的由来 欲望的泛化 本章的目标就是要澄清 这个诱惑产生的具体的机制 尤其是来自异性的面容和身体的 诱惑的产生的机制 由于我作为男性 有不可克服的这个经验盲区 所以这边会侧重讨论 女性的面容和身体 必须自恋的说一句 你们真的来着了 下面的内容 你们在别的地方应该是看不到的 如果不考虑观众的基础 我愿意直接抛出结论 这个结论大概可以描述成 美丽的面容 它是作为一种反题 对我们的精神所把握的 美丽的面容拥有一种 我们日常经验中罕见的秩序感 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构成一种否定和蔑视 就欲求美女 本质上是一种求和题的冲动 裸露的面容和被遮掩的同体 在形态学的层面 它构成了一种 咸与饮 秩序与神秘的辩证关系 面容的秩序 引发了我们对身体神秘性的想象 身体的秩序 也影响我们对面容的审美偏好 要展开这个结论 我必须画一点篇幅 来解释一下辩证法的内涵 因为它是本章的一个 最基本的理论工具 它的内涵可以做两层理解 作为一种认知逻辑的辩证法 和作为一种 结实思维局限性工具的辩证法 作为认知逻辑的辩证法 就是我们常说的 正反合的一个形式 比如说正题是清醒 反题就是诱惑 那合题就是自律 正题是诱惑 反题是自律 那合题就是自然而然 正题是自然 反题是刻意 那合题就是刻意成自然 就是习惯 就有正题就语 就一定有与之构成这个 矛盾的反题 有矛盾就会有超越 矛盾的合体 矛盾构成一种困惑 求解释本质上就是求合体 作为揭示幻象工具的辩证法 它是通过揭示 正反和这个规则 本身的虚假性而起作用的 它是对于第一种 这个辩证形式本身的阳气 它的内涵可以概括为 表面上对立的双方 本质上是互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被理性所把握的概念 它其实都内涵了一种自在的辩证的张力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清醒 清醒本质上是一种抵御和压抑 就是抵御和压抑来自于普遍的诱惑 没有诱惑就不会有清醒 这个概念 同样的自律和诱惑 看起来是矛盾的 其实也是互为隐蔽的基础的 没有刻意的状态 也不会有所谓的自然的状态 所以第一种辩证法它是结构的 统一的辩证法 是被哲学爱好者 牺牲为叫庸俗的辩证法 第二种辩证法是后结构的 是差异的辩证法 是更具有反思性的辩证法 在我这里 其实没有什么 庸俗和精致先进和落后的区分 我倾向于把它们分别认为 人类心智处理思维内容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 我们着眼于矛盾的发现以解决 在第二个阶段 我们意识到矛盾 它不是事物发展的障碍 而是事物存在的前提条件 区分这两个认识阶段 我们会有助于我们言说 很难以言说的经验 将这两个阶段引入我们前面的讨论 围绕神秘 围绕诱惑这两个概念 我们能够辨析出来两个命题 在第一个阶段 神秘和诱惑它来自于反题 也就是说神秘的经验来自于困惑和不解 引发了我们求合题的解释冲动 在第二个阶段 神秘来自于我们解释神秘的行动本身 诱惑来自于我们抵御诱惑的行动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神秘和诱惑来自于反题的阶段 它可以非常好的解释 面容美对我们的诱惑的逻辑 我们知道广义上讲 美是没有标准的 但是仅仅从视觉的形式美的角度 标准美它一定是存在的 而且关于面容的标准美 一直有一个叫平均脸的假说 就认为五官脸型越接近大众的君子 就越符合大众的审美偏好 虽然这个假说得到了一些实验数据的支撑 但是远不足以解释 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能产生性诱惑的美感的背后的机制 10年 韩国人际大学的整形外科教授李成哲 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 他在全球范围内挑选出了公认漂亮的面容进行合成 然后按照地区划分 得到了这样一组最具有吸引力的平均脸 他的结论是 具有吸引力的脸不是大众的平均 而是本身就足够有吸引力的脸的平均 也就是说 具有吸引力的脸的面容 它是有跨地域 跨文化的共性的 除了五官形态上的共性之外 还有一共性就是 人群中只有少数人具备这样的面容特征 我们可以从这个结论中体验出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秩序感 还有一个叫稀缺性 就不只是人类啊 任何动物 它的外貌特征 但凡符合这两个因素 都会比同类显得更具有性吸引力 就秩序感是形式美的关键 三挺五眼 还是三高两低这些 公认的标准都是在衡量面容的秩序感 艺术心理学家 艺术哲学家 贡布里希写了一本 研究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的著作 书名就叫秩序感 他说 我们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倾向 即把秩序视为 具有建立秩序的强大能力的大脑的标志 因此每当发现自然界里存在着规律性 我们就会本能地感到惊讶 有时在临终散步 我们的视线会被排列成 非常完美的环形的蘑菇所吸引 人们似乎很难以想象 有规律的蘑菇会偶然产生 它们实际上也并非偶然产生的 但是要解释它是如何形成的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惊奇呢 我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做出以下回答 自然秩序产生的前提 是物理法则要能够在没有相互干扰的 孤立系统中起作用 蘑菇环所具有的引人注目之处 在于它的秩序 那存在于似乎有无数相互作用的 力量的环境里出人意料的秩序 正是混乱与秩序之间的对照 唤醒了我们的知觉 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 这条原理适用于自然界中的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不管我们如何去分析规则结构 与不规则结构之间的差异 最终我们必须能够说明 审美经验方面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注意下面这句话 即逾越在于乏味和杂乱之间 单调难于吸引人的注意力 过于复杂 则会使我们的知觉系统复合过重 而停止对它的观赏 就是我们的常识里往往有一个 美丑的光谱 二级光谱对吧 美的普通的丑的 但是从美感经验的发生学角度 美的位置其实介于 均值也就是普通的 和杂乱也就是丑的之间 就秩序感所带来的美感 它体现为一种简洁有序 它偏离了这个均值 却又没有落入杂乱 就这样的幸存 它就像蘑菇环一样令人赞叹 有一种更高级的力量介入 导致的结果 是被挑选的 被雕琢过的 我们不妨直接篡改 共不理系的话 就是美丽的面容 所具有的引人注目之处 也在于它的秩序 那存在于似乎有 无数相互作用的力量的环境里 出人意料的秩序 在这个意义上 秩序感直接关联着稀缺性 稀缺性是令我们观看者 产生欲望的关键 因为变质的动力 会在这里展开 因为如果秩序 变成了普遍的秩序 那么秩序自身就会退隐 就会变成一种自然 无秩序的状态 稀缺的秩序 才能够将自身显现为 不自然却有秩序的秩序 所以个性与共性 特殊性与普遍性的 虚假的对立 在这个意义上是统一起来的 简而言之 美丽的脸 它就是不自然 但有秩序的脸 这样的脸 会构成我们经验中的反题 意思就是 如果某个人的五官 构成一种一眼可变的秩序感 这种秩序感 就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构成一种否定 这个否定的意思就是 它的面容的秩序感 让你觉得你的生活 是混乱的 虚假的 表情的 没有促达本质的 所以美女 它是一个反题 当你注视美女的 瞬间 矛盾就产生了 困惑就产生了 你要解释这个困惑 求一个合体 求一个本质 这个就是 爱欲辩证法的 第一个阶段 就是神秘与诱惑 来自于反题的阶段 现在我们讲讲肉身 我们前面提到 裸露的面容和遮掩的同体 遮掩的肉身 在 形态学的层面 构成了一种 闲与隐 秩序与神秘的辩证关系 要理解这种辩证关系 我们需要进入到 辩证法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表面互为矛盾的双方 其实彼此互为成立的基础 两者甚至可以相互转化 就没有显现和秩序的部分 隐匿和神秘的存在 也就无法被我们知晓 反之也是依然 就没有隐匿和神秘的部分 作为背景 显现和秩序 也将无法被理解 如果你愿意挪用 这样的辩证法的思路 来理解面容与身体的 这个诱惑原理 一切就会豁然开朗 就面容的秩序感 其实引发了 我们对身体的神秘性的想象 身体的神秘性 也影响了我们对 面容秩序的这个审美偏好 就没有隐的神秘 显的秩序就无法被理解 这句话可以 对应命题的后半句 就是身体的神秘性 会直接影响我们面容 对面容秩序的审美偏好 伊利格瑞的性差异的伦理学中 有这么两段话 就色情之中 有关身体的差异感 和身体看见而言 空间是有可能的 关键在于坚持那些醇 或者眼瞼 女人的性处处 描划深渊 在无限大和无限小之间摆荡 毫无疑问 对女人来说 口语是某种特别的意义尺度 从形态学来看 女人有两张嘴和两副唇 仅在她想保存空间性 或者胎儿的时候 她能够借助这些形态行动 或者制造某些事物 尽管她也需要这些维度 创造自己的空间 但是这些空间 总被当成男人们抒发怀旧之情的处所 这是他们记忆中最初 也是最终极的盘缓之地 一种让人费解的纪念 她说女人有两张嘴两副唇 她们的唇处处描绘深渊 是男性记忆中最初 也是最终的盘缓之地 这个说的是女人的唇口和 她的性器官之间的形态结构上的映射关系 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 很火的一本女性主义的著作 叫艳女封面上的树立的红唇 就红唇一直是流行文化中的女性符号 作为对照 男性的鼻子与她的性器官的映射关系也非常明显 就坊间一直有男观鼻 女观眼 然后鼻子坚挺的男人的性功能更好的说法 这些说法甚至有一个病理学上的旁证 一种叫卡尔曼综合症的病 它的症状就是你丧失嗅觉的同时 你也会性线的功能会减退 这种病的男性发病是八千分之一 女性仅为男性的五分之一 但这种映射会影响到我们的审美偏好吗 就能观察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鼻子对男性的颜值影响确实非常大 那些备受女性追捧的顶级神言 他们的鼻子无一例外的长得非常有秩序感 就我们会说某些某个男性的大鼻子 高鼻梁很性感 对吗 但不会这样说女性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也很少说男性的嘴巴长得很性感 但是经常这样夸女性 只有大嘴美女没有听说过大嘴帅哥 对吧 但需要补充的是什么 就是影响颜值的要素其实非常多 五官 脸型 肤色 发型 身材 这些都影响 这不是我们今天能讨论的 我们今天关心的是性真和五官秩序 还有审美经验上的某种关系 换言之我们聊的是这面容上的性秩序 如果要说的更极端一点 我愿意说面容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性器官 它在显秩序的维度与身体 身体在影神秘的维度相互映射 持续产生着欲望的辩证张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说 如果没有影的神秘 显的秩序就无法被理解 身体的神秘会影响我们对面容秩序的审美偏好 然后在另外一个方向上 在辩证运动的另外一个方向上 这种张力也持续往下制造了身体的神秘性 就是没有显现和秩序的部分 隐匿的神秘的部分 我们也无法知晓 因此显露的面容越有秩序感 隐蔽的这个统体就越发神秘 所以只要我们把像把握概念一样 把握抽象的人 这个人就会在我们的心智中 变成一个持续生成的辩证张力的对象 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视觉上 这样的辩证张力 作用于我们的观看经验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诱人的统体 它的诱惑 它必须要有面容的参与才能够生成 一个没有面容的完美同体 它的诱惑力也是很小的 会削减大半 所以面容和同体 同时在场 裸露的同时在场 在精神现象学的层面 就是显隐 秩序与神秘 正体与反体的虚假二元 被超越的那个时刻 这种突破二元的领悟 在古希腊人那里 被称作无弊 既非显也非隐 既非神秘也非秩序 这是两者的合一 异性的面容与同体 同在的画面 就是无弊的合体 向你敞开的这个时刻 就是万物的谜底浮出水面 你却发现 升起的是一座 巨大的冰山的时刻 是你觉得已经 大获得解 却发现答案是一阵 神秘的泥南的时刻 是一个作为宇宙中 最神秘的存在的人 突破了符号的外壳 向你视线神迹的时刻 就你目睹这幅画面 心荡神迷 你终于承认 这就是生活的本质 这就是生命的真相 这就是意义的终极 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上面是我对 信誉的哲学的解释 我希望它能够 与我们平时所接受到的 庸俗的色情的解释 产生某种制衡 就你的感觉是对的 信和爱 信和欲 它的确是本质 是真相 是答案 前提是你不能用色情的目光 然后将其物化 在精神上贬持它的同时 又在肉体上沉迷它 我希望通过这期视频 让你品尝到 品尝出信的哲学意味 如果你无法把握这一层意味 信就会有一种 极其扭曲的面目 出现在你的经验中 今天它已经成了 最热销的商品 最能溢价的资源了 已经成了这个 营销公司的密码 成了我们要避而远之的 这个成影物了 但信从来不是一个对象 它甚至不是我们的一部分 那信不在你之下 也不超越你之上 它就是你的本质 就是一个暧昧不明 因而生生不息的你的本质 当然啊 要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需要引入爱的哲学 我们下期再聊 下期再见